被怀疑因为主张回归宪法 遭到当局关闭的中国大陆知名网站 联皇春秋 今天已经用临时网址暂时恢复上线 南方周末原诞现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撤换 引起编辑人员抗议 前雇员联署公开信 要求广东省委宣传部长脱阵 引咎辞职 美国博讯网今天报导指出 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已经在去年11月下旬 从四川成都秘密押往北京 秦城监狱服刑 中国首届深圳WTA女网国开赛 中国第一女子李娜成功以6比3 1比6 7比5 击败对手杰克女将扎克波洛娃 夺下女单冠军 这是李娜第七座WTA冠军 世界积分下周将排升至第六 新唐人亚街电视整理报导